永斗黑风怪 唐僧收了悟空后,师徒二人一路西行,一天傍晚,他们来到一家观音院借宿,没想到这里的老院主看上了唐僧的紧服袈裟,要拿回房中仔细观桥,他苦苦相求,并说第二天一早就归还。 老院主越看越喜欢,就想把袈裟据为己有。 半夜,他命人偷偷地放了一把火,想烧死唐僧师徒,幸亏悟空及时发现,他借来闭火罩,罩住了他们住的禅房,大火却烧着了寺院的其他房子,贪心的老院主被烧死了。 这场大火惊动了黑风山上的黑风怪,他本打算去救火,可当看到老院主房中闪着霞光的袈裟时,于是黑风怪抓起袈裟,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洞里。 大火整整烧了一个晚上,清早,悟空叫醒师父,和他说了昨晚的事,师父盲问袈裟在哪儿,悟空说, 师父,您别着急,我这就去取回来。 悟空将寺院翻了个遍,也没找到袈裟,他生气地抓住一个小和尚质问,小和尚战战兢兢地说, 离这儿不远,有个黑风洞,里面住着个黑风怪,家伤可能是被他拿走了。 悟空对唐僧说, 师父别急,我去找那妖怪要家伤。 他转身又对和尚们说, 好好照顾,师父。 说完,悟空跳上惊斗云就飞走了。 悟空来到黑风山,刚落地就听见有人在说话,赶紧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,仔细观桥。 他看见一个黑熊和一个秀才,一个道士正在聊天,悟空心想, 那黑熊一定就是黑风怪。 黑风怪说, 两位兄弟,我昨晚得了一件宝贝袈裟,和我一起去看看吧。 悟空跳出来大叫道, 原来是你偷了我师父的袈裟,快还给我。 三个妖怪都被吓了一跳,四散逃跑。 悟空追着黑风怪,黑风怪一闪身躲进了洞里, 悟空在洞外大叫。 妖怪出来,快快还我袈裟。 过了一会儿,黑风怪拿着兵器走了出来,他问道。 你是谁? 听好了,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 哈哈,原来是毕马温啊。 悟空最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了,他抡起金箍棒和黑风怪打斗起来。 这黑风怪还挺厉害,悟空和他打了一天,也没分出胜负。 只好先回到了观音院,唐僧着急地问。 驾傻拿回来了吗? 悟空摇摇头,说明天再去要。 第二天一早,悟空架上尖斗云正要去黑风洞,他突然想到。 为什么不请观音菩萨来帮忙呢? 于是悟空转身飞到了南海,悟空告诉了菩萨。 菩萨和他一起来到黑风山。 这时,从不远处走过来一个手托玉盘的道士,盘里放着两粒仙丹。 悟空一棒打死了道士,菩萨惊讶地问,你为什么将他打死? 他是那黑风怪的朋友。 悟空拿起玉盘看了看,想到一个主意。 他笑着说,菩萨,您变成道士,我变成仙丹,让黑风怪把我吃下去,然后嘻嘻嘻。 说着,变成一粒大仙丹,菩萨变成道士的模样来到了黑风洞。 黑风怪果然吃下了那粒大仙丹,一进到黑风怪的肚子里,悟空就闹腾起来。 菩萨也献出本相说道,黑风怪还不快快将袈裟交出来。 黑风怪只好乖乖地交出了袈裟。 黑风怪愿意归一佛门,菩萨带着他回南海去看守洛家山了,悟空拿回家山,和师父又踏上了取经之路。